臺灣戲曲學院的學生 正在示範高難度拉筋動作 引起惠農國小全校師生 一陣驚呼 對於戲曲學院今天的成果教學演出 學生們感到相當驚奇 真的是很神奇 像那個剛剛後面那個丟鐵碗 那個真的是要練很久 那個真的是要練很久的拋物線 才能完美的接到上面去 我看到這種 就好像魔術一樣在我眼前這樣呈現 他們利用他們的努力 還有他們所有學習的成果 來表現給我們短短10分鐘 讓我們有了視覺的饗宴 臺灣戲曲學院受到惠農國小的邀請 到校進行成果示範教學 除了讓學生欣賞民俗技藝表演之外 校方也希望學生能有不同面向的興趣發展 我想因應12年國教的來臨 教育應該要有不一樣的風貌 所以我們為了讓我們的家長以及師生 對於多元升學的管道 有更豐富的了解 所以我們特別聘請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的師生 到惠農國小來進行 多元教學的一個成果發表 那也藉這個機會來讓我們的孩子知道 除了傳統的升學管道以外 可以做不同面向的一個 性向的試探多元的 適性的一個升學的一個機會 不論是後空翻 滑拉圈 平衡技巧還是獨輪車 每段示範演出都讓學生 嘖嘖稱奇 對於能讓孩子多了解 有關傳統技藝的入學管道 家長也表示贊同 你在那個學生學習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遇到挫折 那你會思考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動作做好 我要用什麼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配合他的一些 然後把整個動作做好 還有就是同儕部分的合作的部分 對 然後他們會有一連串 就是很 他自己會去做的一些聯繫 我覺得非常好 很好的學習 就像孩子體會到就是說 他是一個學校的正規養成之外 也可以培養他的第二專長 或興趣養成 也讓他知道說其實 民俗技藝是來自於鄉間 來自於跟人民的生活 有很大的關係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 要呈現完美的演出 就必須要付出時間 及努力練習 這場示範教學 除了讓學生知道 民俗技藝教育體系的 升學管道之外 也期盼能啟發孩子的興趣 培養第二專長 在學習中克服挫折 屏東新聞 石心亭 張志豪 採訪報導 看以前我們 Sakura 在學習中克服挫折 請我們 icons不選擇 我的學習中是 我們還是會有